近日行政院儿童及福利权益推动小组委员 所提出国防安全教育提案 却遭责疑是要纪念娃娃兵 及儿少表役制度的正当性 引发各界热议 儿少代表澄清 提案诉求并非主张幼儿学习辨识炮诞生 而是从恶务战争中 体认全民国防教育向下扎根的重要性 依据儿童权力公约 儿少有表达意见权利 强调台湾需要具儿童权力意识 正式战争安全教育 整个提案围绕到希望儿少 拥有不与父母分离的权利 不受任何形式之不当对待 所以以上的一些观点 希望大家能够拉回儿童权力的角度来看 大家如果实际去翻阅 现在高中职国防教育课本 就可以发现 重点仍旧停留在我国 及外国军备的介绍 但都没有提到针对战争时 儿少的自我防护及求生技能 儿少代表重申 以现今教学现场缺乏相关资能课程 全民国防应着重实用性教育模式 台少盟期待通过儿少共同参与 对话理解彼此想法跟需求 让成人在制定政策中纳入儿少观点 对媒体过度解读与质疑 儿少团体感到遗憾 儿少代表机制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智囊机制 所以我们会有国中生 有高中生 甚至国小学生 进到政府的这个部门里面去 参与政府会议 就希望可以告诉这些官员们 教育现场到底长什么样子 但是如果它真的发生 我们真的需要教导我们的幼儿的 知道说他们要躲去哪里 他们如何保护自己 学者表示台湾为全球政治情势 最紧张的区域之一 当学生提出担忧 抑郁支持 强调国防安全教育议题 儿少意见应该被聆听 其尊重 让政策制定更通盘完善 有时新闻 虎顺把渡台北市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第一次